把牙齒切的碎碎的一塊一塊拿出來 你們說裂開的聲音都不要嚇到 這樣 好脆啊 只是大家平常都看不到我們在幹嘛 是不是才會覺得害怕 我覺得最平均就是長這樣子 如果肉的很多我們就不用切肉 它如果已經都被肉埋住了 然後可能就要把肉稍微剝開一下 切開嘛對不對 我都會說剝開 聽起來很奇怪 這個傷口跟你的那個 致死的把牙齒的傷口比起來 真是小太多了 才一公分不到 稍微把它剝開 你就看到這個牙齒 旁邊這邊就是有一些骨頭會看到 這個牙齒你看它長什麼樣子 什麼方向 往前的 對 所以你要把它拔起來之後就撞到它 先把頭切掉 對 幹嘛 很聰明耶 所以你不覺得 可是我當牙齒看不到 我們的治療其實都非常平易近人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只是大家平常都看不到我們在幹嘛 所以才會覺得 好 對 未知是最恐怖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神經嗎 對 在這 它會埋在骨頭裡面 所以你要想這個牙齒 它腳像你用想像的伸進去 會不會碰到這個神經 為什麼醫生可以當醫生 就是它還需要更多的一些知識 只要你哪裡有神經 哪裡有血管 不然法治癡就像把 腦裹 所以大家都會 那現在這個洞太小了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 把牙齒切的碎碎的 一塊一塊拿出來 才不會傷害到前面這一顆 對 這一定不能磨到 那偶爾磨到一點 骨頭是還可以 因為骨頭可以再生 骨頭可以再生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把它 用這個 鑽 就要把它切開 那你想要怎麼切 我也想要這樣子切 但是你如果這樣切下去下面就是一個三角形 就是上小下大它就會卡住 就出不來 這樣子切 這樣子切 這樣切下去啊 就會變成上寬下長這樣才出得來 哦 東西你要出來是不是大的部分先出來 然後小的就會變得出來 對 但如果上面頭小小然後裡面很大 那就會拿不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樣切 欸這怎麼利喔 這怎麼利喔 我剛剛以為 我剛剛以為它沒有很利耶 因為我們牙齒超硬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用一個很利的東西 然後剛剛把牙齒切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切到底 因為通常牙齒都很大顆 一直很大顆 所以我們就是 只能切個大概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OK 然後呢 這時候我就會跟碧眼說 可是會有利看的聲音 然後不要嚇到 得到一個縫隙了 對 然後我們就要去找到它 然後把它 這樣 哇 知道嗎 就是這個聲音 好脆喔 那碧眼的嘴邊大概就是 一聲 這樣子 所以這樣牙換就起來了 然後你就把它丟起來了 就是怎樣這樣子往前 這樣 可以嗎 可以 牙齒的頭 咬完面就在這 那要把牙根挖出來 像剛剛要挖芒果子一樣 現在想像它就是這個 這個方向 OK 那就要插到它跟骨頭 中間這個縫縫 然後就把它弄出來 哇 它真的有來盒要搶搶的 欸 一般的手可以幫你 所以把自己就是一個東西卡到縫縫裡面 卡到衣�縫縫裡面 然後就把它弄出來 OK 出來了 好有時候它就會夾在一些骨頭在旁邊 骨頭 上二比較會有骨頭 好大 你去哪裡 擺著 好大 我剛剛完了 我跟妳講這個比例很貼切 有時候我們就是會 拿出來的 就是跟一開始那個頭就很不成比 手在嘴巴裡面沒有真的 那麼容易整顆出來 你都要帶錢 而且你看這邊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道 這邊 這就是傷口 如果你的傷口會腫會痛 最嚴重大概就前面兩天三天 通常一個禮拜就會出乎癒痕 就可以回來採線 但你要等裡面這個骨頭啊 把這個洞鋪平 張慢 大概要一個月以上兩個月 它可能還是會卡住 它都沒有關係就可以正常的漱口 正常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在弄的時候 可能會弄到前面這個牙齒 可是咬起來會很痛啊 或是會痠很敏感 因為牙齒原本擋在這邊嘛 現在這邊突然很空了 那你喝冷水什麼的 就會碰到前面那個牙根 對就會痠痠的有可能 縫合來 就是原本的肉 就把它鋪回來 用個針線把它縫起來 縫也不痛 縫完全不會痛 開線也是喵喵的一下而已 我覺得你有縫 可以讓傷口更穩定 然後裡面的血塊 因為你剛剛這樣拔起來 就一直流血嘛 對 一定會流 它就會填滿這個洞 然後就會凝結成血塊 那血塊在那邊 其實是幫助傷口癒合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漱口 或是用吸管 就有機會把那個東西弄出來 萬一弄出來 就會有乾性脂潮液 就會超痛 所以千萬要小心 欸那真的不能用吸管喔 漱口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因為你嘴巴有傷口 所以不要吃太燙 太辣刺激的東西 然後用力的動作不要做 像漱口 或是吐東西 吐痰吐口水 或是用吸管這樣 抓牙你也可以 刷牙前的血塊就好 或是那個你不敢刷也沒關係 我主要是覺得 以大家的感覺舒適 為主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消毒 可以用含的 含漱口水 它可以殺菌 然後我覺得 用刷牙清潔還是最重要啦 不是一定要用漱口水的 這是牙舌頭喔 OK 上個字通常會有三個牙根 這樣 就是這三根 三個牙根啦 有很多種別 像第一個 它就是收在一起的 嗯 這樣就會很好吧 有些人它就會三隻 這樣也還可以接受 啊有些人它會這樣走 這樣會有道口 它這樣就等要切成這樣 有的時候我們就會直接拔起來 它就會斷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要另外一個管子挑出來 或是它就要轉一個方向彈出來 有些人它就只有上個牙齒 我說欸這上個牙齒很好拔 你會要拔一拔 然後說我不要 我聽誰說好像很腫很可怕 那就是下二才會腫 而且有些人它拔完不會腫 就是真的是看體質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開消腫的藥 如果你真的拔牙齒會腫 那就腫一次也還好 就會腫了兩張天 反正好像 現在都要戴口罩都看不出來 欸對 我跟你講要拔就趁現在 或是你要做任何手術就趁現在 所以呢 最後還是鼓勵大家可以去把支持拔起來好 先去檢查 然後聽醫師專業意見 然後我覺得就算會痛好了 就是只有打麻藥那一針是比較不舒服的 後續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可以控制 你的恐懼都是你自己去猜測去堆疊出來的 但其實你要試過才知道其實我們真抄襲 我可以說 怎樣來 我自己打我自己麻藥 只是我自己打自己 你是自己拔自己的支持嗎 但是我支持很硬 所以我還是請別人幫忙 你自己拔自己支持 你看這個 啊 好可怕我寫這個 對啊還好啦 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下手 鼓勵大家去檢查 然後勇敢面對 再怎麼多就四個支持而已 好可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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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